再来看到有不少艺人加入的基督教新生命小组教会 15号是在花莲成立据点 选在南宾福原特色的古厕民宿 成立花莲新生命的小组教会 那么呢同时也举行了开幕礼拜 而县长徐真卫也受邀参加 而教会表示呢 未来会开办系列的课程及营队 来帮助青年学子面对未来影响挑战 福音歌手台上演唱带动全场气氛 就是花莲新生命小组教会开幕礼拜的现场 展现年轻人的活力 用非典型的传教方式就是新生命小组教会的特色 有不少艺人加入这个教会组织 台上的主持人就是刘根宏夫妻 区生命小组教会北中南都有教会据点 独缺东部 在主任牧师顾启云奔走下15号 就在福原特色古厕民宿正式剪彩成立 县长徐真卫也受邀参加担任剪彩会宾 教会表示未来会以福原为基地带领花莲青年 以新创意新媒体新创业新科技新教育五大主轴系列学习课程 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下帮助青年面对未来影像挑战 记者刘云圣花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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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